这次行动之后 敌人一定十分猖狂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是啊 我想去了解一下码头的情况 其实也可以缓缓再行动 这些天我一直有预感 码头那边会有动作 而且 绝对不能让家藤掌握码头 要尽快救出苏联专家 我想 如果再次营救苏联专家的时候 由我来执行任务 好 我跟你一起去 还有我 佳同志 面对这样的局面 你怎么向东京解释 首先 你怎么向我做出解释 还有 那个俄国人 什么时候能回到我们这里 叶村君 这件事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陈伯康的任务已经完成 其实他的死 对悟松计划没什么影响 你不这么认为吗 陈伯康的死不是我们要追究的 但是俄国专家应该尽快回来 好推进悟松计划 我会想办法 韩司令这时候 对于警备司令部被袭击非常愤怒 可以暂缓既致 我会让他按我们的要求来做 古松计划一拖再拖 加藤军 我知道你在这里的难处 这里的抵抗组织的确很厉害 但是我们一定要击垮他们 叶村先生 你已经有所感悟了 天津鱼龙混杂 很多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于让韩司令送回安德烈 什么时候你有什么高见 这个时候 正是韩司令最紧张的时候 不能强行要人 但他不会得罪大日本帝国 现在战事随时爆发 他也清楚 不会轻易刺激我们的情绪 何况陈伯康刚死在他府邸 他的态度是外强中干 对于中国人 加藤军有所了解 不过我提醒你 还是要赶快把俄国人找到 推行物送计划 是 对了 叶村君 你的擂台还要继续摆吗 当然了 我只是要把激进分子引出来 把他们彻底消灭 坐 快跟爹说说 最近忙什么呢 先不说我 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怎么一下子突然关心起你爹来了 以前我的事你是从来不过问 一个女孩子研究研究 琴棋书画就行了 男人的事少打听 爹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这是生死的较量 是关乎国家 关乎民族的事情 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话 完全是共产党的口气 真是在外边不学好 以后 男人不许去 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 爹 现在是国难当头的时刻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不是男人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 对 我是过完正直了 那又怎么样 你们天天在堂口你抢我夺 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被日本人夺走了我们的东三省 还不是抢了你们所有的东西 爹 这些事情你们都想过吗 怎么 教训起你爹来了 这些国家大事 你一个女孩子管得了吗 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就管得了 爹 你说你担心我 可我现在越来越担心你了 你要对付的人不是龙彪而是家藤 你知不知道啊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 总之女孩子不能抛头露面 老爷 从今晚后 不许离开家门一步 老爷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寿宴 怎么出了这档子事啊 美玉怎么样了 又睡了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说我能放心得下吗 刚才她在那睡觉 嘴里面还老念叨着那个人的名字 你说我这 没想到她在自己的小时 头都没有老 jobs 没想到你 Win 我摆住你 你又没有 我知道你 你不能开心 我问你 你不能说 当爹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他 我呀真是怕他了 给他找个好人家 那时候就有人看着他了 报告司令 上风蜜店 上边怪罪下来了 这帮人在天津闹了这么大的动静 上边总得找人担着 而且他在上边叫上 是 谢谢韩司令美意 我会派人派车去接安德烈先生 但也请你们在路上安排护送 请转告韩司令 他的决定是日中亲善的典范 惠子 你马上去韩司令那里 保护好安德烈先生 他是我们的贵客 韩司令的卫兵也会护送你们的 明白老夫妻 放心吧 明白老夫妻 你不太多了 老夫妻 我别老夫妻 我我不太多了 能装护,我 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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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鬼 还有谁 什么人再来 你们害怕了吗 太养分了 看到了吧 谁要打赢我 这金条就归水 我知道 你们被我吓怕了 我就是要用金条的诱惑力 让你们上来给我挑战 太嚣张了这事 就是 没办法 他武功高强 到现在都没人打过来 我就不信没人知道了他 别高兴得太早 我来 终于上来了 废话少说 直接来 这哪是比武啊 这是杀人哪 就是啊 他们这是日本人出生养的 太可恶了 下手太狠了 什么中族风 杀人哪 真可恶 这完全是华驾子吧 你们哪个敢再来 啊 三叔 念生 来来 怎么有空上师叔这来啊 你到我这来肯定是有正事 说吧 什么事 四叔现在还好吗 你到三叔这来问四叔的事 他不就在忠义堂吗 我是想问一下 他那码头那边 他咱们打你来 我打你来 他会让你完成 我打你ới领 我去习 我打你 我想把你回来 我去带你 你怎么回来 我已经去个小礼 我去习 然后回来 你来总的 就来一遣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身体刚好一点 还是要当心 别着凉了 我在上面 待时间太久了 下来透透气 没事的 我爹呢 出去了 说是中午要回来吃午饭呢 你最近有什么安排吗 不然我陪你去山上转转吧 这报纸上面说 日本人要在天津打擂台 让他们打去吧 日本人的事谁管得了啊 太太 孔文涛先生来拜访司令 快有请 孔先生 请 孔先生 这事不巧 我们司令刚出去了 让您白跑一趟 不碍事 这不 司令喜欢古文 我特意给他选了一份上好的糖三彩 我就是过来坐坐 没有什么要事 孔先生还是这么客气 快请坐吧 好 这位是 这是我们家大小姐 梅玉 你好 梅玉小姐 在下孔文涛 很荣幸认识你 别客气了 喝茶吧 梅玉小姐 真是人如其名啊 梅玉小姐 真是人如其名啊 孔先生 真会说话 梅玉小姐 是做什么的 在国外上学 最近刚回来休息 孔先生 喝茶吧 孔先生 喝茶吧 梅玉小姐 最近刚回来休息 我需要你酒口 我可以选择 我需要你酒口 我需要你酒口 我需要你喝茶 我需要你酒口 我需要酒口 还有你星球 我需要你喝茶吧 我需要你喝茶吧 我需要你喝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尹僧途 尹僧途 加藤君 俄國人怎麼樣啊 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很快就會拿到 我們想要的數據 加藤君安排得詹密 佩服 對了 叶村君 你的擂台怎麼樣了 好像革命黨沒有理會這件事 目前還沒有什麼更理想的效果 不過全城已經轟動 鬧得沸沸揚揚 加藤君 你要做好保護 一旦抵抗組織真的出現 到那個時候 一定不能放過他們 你放心 很多人在保護你 並配合你的計劃 好 好 好 來 喝杯水 你怎麼想起到哥這兒來了 哥 你最近很少回家 每次一回家 凳子沒作弱就走了 你不說我還忘了 哥現在呀忙得很 實在是太忙了 哥 我請你 沒用 我現在有錢 你算是太忙了 我現在很忙了 我會把整個是 你怎麼知道 我應該快到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行不行 可是哥 妹子啊 我刚做好饭 来 吃饭啊 对对 来来 吃饭 来 快吃 嫂子 我就不吃了 你们吃吧 我走了 我走 你帮我去哪儿 我帮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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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去哪儿 我帮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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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支和人员都已经备妥了 兴邦和一本堂的大掌柜的 就等着你发话呢 干得好 你们两个怎么样 伤好了吗 四爷还挂念着呢 钱好了 四爷 就等着您下令出兵了 过几天咱们就要收回忠义堂的地盘了 你们要准备好啊 安 我们都等这一天呢 四爷 抓紧吧 咱们忠义堂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憋呀 龙彪这小子也该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看来弟兄们都着急了 我怕她不放我 我怕她还不放你 抱开 我怕她 不放了 在这里 我怕她怎么要 jeg闲kte 我记得这里 我这跟我有一个人 又混得出 这么有机序 找我 你 我 你来做什么 我说过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我不是来跟你决斗的 我是来想问问 为什么你的后辈 有跟我师哥孩子一样的纹身 而你又是个日本人 你的师哥与我何干 我师哥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 如果她现在活着的话 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她的后辈上 有着跟你和弟弟一样的纹身 弟弟 你的师哥现在何处 我的师哥被迦藤杀了 那个男孩子被大师兄收留在明光寺 而女儿却不知去向 你说的那个男孩子是百年神的 ner公寺的人 可爱的女孩子是没人 但是这些人在派人 那是itte 他们过来 非常有点 调整 四叔 你能不能等到物资到达以后再动手啊 先不说这个 先告诉你四叔 你最近在外边干了些什么 这么长时间不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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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划 至于什么时候行动 到时候告诉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声 四叔 赛叔 谢谢你们 看到你们 我想到了我父亲 念生啊 师叔就是半个爹 放手去干 有师叔撑着的 好 留下吃饭 走 走了 龙先生 码头要来一批货 你五湖帮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行 码头不就您一句话的事 我五湖帮的人随您调用 不要调义轻心 你给我留出三个货藏 要有人日夜看护 我们也会暗中保护的 什么货呀 这么多 这个你不用问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少不了你的银票不就行了吗 货什么时候到 你先准备好货仓 货马上就到 具体时间我会通知你 行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等货到了之后呢 你的责任就更大了 必须保护好码头的安全 以后这个码头 是我最重要的中转站 我看 我看不见 龙先生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还是担心做不到 码头现在是在我手上 可忠义堂迟迟没有出手报复 这绝对不是唐老四的性格 他始终按兵不动 证明他一定在暗中准备 肯定躲不过一场恶战呢 但我手里有枪 这是我比他踏实的地方 我觉得不如早下手 把唐四爷除掉 一了百了 免得天天提心吊胆 您说呢 你说的没错 你想怎么做 你需要我怎么碰 你可以说出来 唐老四现在天天躲着不出来 我想请您 把他请出来 在外边下手 我会想办法 但等他出来之后 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事 干干净净地除掉他 这你放心 我做梦都想除掉他 好 您慢走 您来了 里边请 几位 您走好 好 您走 家藤先生 再见 再见 四爷 现在我们不亦轻举妄动啊 不 小日本敢在这里摆擂台 侮辱我们中国人 好 我以为你 请不吝点赞 来 让你 好 别人 老板 我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我可以问您一件 我一直都想知道的事情吗 什么事啊 惠子 我背上的纹身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不是告诉过你 你的纹身是你的亲父母留给你的吗 他们真的是你 你怎么够久啊 你女儿不有意欲 我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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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我猜你 你怎么把这个球 走到会的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根本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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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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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我好想看看这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是不管谎言编织得多么天衣无缝 真相总归是真相 是谎言就一定会有被揭穿的一天 你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个女孩 只是因为纹身吗 殿下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你的纹身 你的年龄 再加上我的师哥就是死于加藤之手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我师哥的女儿 如果被我言中了 那可是血害深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你看 订阅明镜 伤之不够 太违逼了 你们全身伤之不够 伤之不够 你们太违逼了 伤之不够 不守 太平洁了 在太国 太无耻 你们人不是人 不是人 你们是错的 他没变了 你们不吃 来呀 是暗器 是啊 你说这个擂台怎么摆 没天理了 这东阳人这样的损招 都用得出来 本来还没有人管了 那叫什么 这不整个一胡作非为吗 看来我唐四不出手 这天津卫真的没人管了 不过司翊 现在龙彪这小子躲在哪 我们还不知道 我会不吴 那叫什么 爹 我这边 九更是 我回答了 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飘 哥 现在天津谁不知道龙飘跟了日本人 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也是汉奸 我不要这些 秀儿 我以前也是跟加藤合作过 我现在就是不跟龙飘在一起 我这个名声也洗不掉 但是我怎么想你应该知道啊 我不管外面人怎么看我 但是你绝对不能这么看你哥 你知道吗 哥 你既然知道自己以前错了 那你就不能一错再错了呀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你继续错下去 哥 你听我说一句好吗 行了秀儿 我跟你说了一百遍了 我现在走了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你离开龙飘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你看看念生哥 哥 当初唐四爷让他留在忠义堂 他不也离开了吗 哥 只要人有骨气就一定能活出个样来 我知道你想赚钱 我知道你想出人头地 你现在是有钱了 可又能怎么样 你受人尊重了吗 有谁瞧得起你啊 谁现在不都是躲着你 多kasih 请急急急急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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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 他的生命暂时不会有危险吧 暂时不会 我们一直让他处于一种潜睡眠状态 用催眠的方式 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是越来越差 断断续续 在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前 绝对不能让他死 这是最重要的 嗨 看不清黑夜淹没风景 听不清远方 隔身空灵 雨不停 落泥泥 扭去了我的背影 硝烟中 前行 直到甜蜜 隔身空灵 树不清 树不清 多少树叶飘零 湖面 静 映出 我黑色眼睛 江岸 定 共享太平 是你对我的定力 烈火 烧 不尽 我的 坚定 老在身体的阴 融入血里 是我的宿命 疼痛才能够让我 凋夹清醒 血色燃红天和地 为你换一片宁静 烙印上的四个字 天下太平 烙印上的四个字 老在身体的眼 熟入血里 是我的宿命 疼痛才能够让我 更加清醒 血色燃红天和地 为你换一片宁静 烙印上的四个字 天下太平 烙印上的四个字 天下太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